特斯拉Model Y的电池安全吗 谢妖 我是知乎汽车军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直接拆了一辆 观点来自知乎打鼠 龚柯南老王 小小的电池呀 汽车军要带你上行场咯 Round 1 电芯针刺测试 3 2 1 开始 哇哦 烟花一般的效果 看到电池内部发生短路时 真是怕怕呀 Round 2 电芯挤压测试 当电芯被挤压变形时 会怎样呢 压力22.88切牛 挤压变形量27.4% 哇哦 如你所愿 还是爆发了 比刚才更剧烈 Round 3 模组热吸控测试 接下来整个模组上场 一针下去 电芯毫无意外地发生了燃爆 但火势并没有发生蔓延 吞完火后 模组电压竟然还是稳定的 看来这一大坨坨电池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热闹看完了 知乎汽车君还是要提醒一下 以上电芯或者模组试验 都不能代表整包级别的性能 电动汽车的安全性 可是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哦 我是知乎汽车君 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定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